魔女精色 英国祭祀集 婚姻与感情 系列 为何姻缘总是有阻碍 以下为一位师姐 来信字数 来文照灯 一直想写篇有关感情的感应文 想帮助跟我一样有相同困扰的人 我在感情上算晚熟 也算执着 出社会后 我其实胸无大志 只想找一个好人家嫁了 然后洗手做羹汤 相夫教子 很传统吧 但 天不从人远 不但异性缘不好 也遇到了几段感情 都不了了之 不是对方喜欢我 就是我不喜欢对方 反正永远都不会成功 更神奇的是 每次当我喜欢对方时 对方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交到女朋友 让我傻眼 要不然 对方就是已经结婚了 没戏唱了 我都跟朋友开玩笑说 谁没有对象 可以来找我 保证他找得到 去算命时 算命先生跟我说 你姻缘被挡得很严重 每去一次 他就要讲一次 那时还没接触惊涉 只是觉得 为什么要挡我 五年前 从别家公司调来一位同事 我看到他不知为何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常常开他玩笑 在工作上 我们俩也相依为命 共同扶持 有革命情感 渐渐地 我发现我喜欢上他了 就这样愉快地过了半年 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被调到别家店 这对我简直是一大打击 这才刚萌芽的情愫 似乎就要画上句点 我朋友安慰我说 别家店还是可以联络啊 但我知道 他不会回来了 他走了 只留下愤恨不平的我 恨老天为什么要让他离我而去 他走了 我对他的思念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深 越来越执着 我不知自己怎么了 甚至常常半夜想到他会哭 那时 很想请示惊涉 但因苦无对方的地址而没请示 这种痛苦的情形拖了很久 直到有天 我的好朋友黄师姐告诉我 可以用对方工作的地点来请示 所以 我便请示了惊涉 我原来自以为是的善姻缘 原来是恶缘 开始 我前世杀他致重伤 我需要念三经各六十五步 回向给他 现在虽然还在努力中 但才念十几步 就对这个人不再执着 跟牵挂了 就好像是一个睡着的人 忽然醒了一样 也不会再有半夜 想到他而哭的情形发生 所以 您现在如果有执着的人 似乎现在泥沼中出不来 真心地推荐您请示 我相信这种海阔天空 即放下的感觉是很棒的 后来 我有机会再见到这位同事 真的 已经归于平淡了 就像一般的同事一样 当然 我心里对他是愧疚的 毕竟前世 对不起他 再说说我其他的感情业障 一 前二世 曾介入别人家庭 须忏悔与念诵经文各六十五遍 二 前三世 因感情因素将业主菩萨推入断崖 须忏悔与念诵经文各一百零八遍 这些都还在努力中 去某一家算命 也说我某一世玷污六名少女 从开始中 您就知道我犯了邪淫有多严重 情职有多严重了 经过这快二年念经的过程 虽然有时太累 偷懒没念 对因缘已渐渐随缘 不会像以前一样 看得很重 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反 邪淫 婚外情 同居 婚前性行为 手淫 嫖记 同性恋 色情图片 影片 等相关书本都不要去碰 也不要传或血色情方面的东西 有邪念时 把男生看成自己的父亲 把女性看成自己的母亲 或兄弟姊妹 或做不见观 也许有人会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啊 他们还不是过得很好 其实那只是邪淫的果报 还没出现而已 平常多念三经 多不失行善放生 我相信执着会越来越淡 人生会越来越圆满 在此 我深深地忏悔 并感谢牟尼经舍佛菩萨 经舍师兄姐 以及许多佛友 有你们真好 以上为有缘人分享 上述师姐提到 去某一家算命 也说我某一事 玷污六名少女 为了确认真实性 再帮师姐送件请示 佛菩萨 结果开示 确有此事 还请师姐 要早日化解此恩怨 往后因缘 才会顺遂 过去的时代 并不如现在的社会 有着高科技的相关验证 与检测方法 所以以前犯罪 只要守法好 或许就不会被抓到 甚至有些时空背景 是战乱与灾难的时代 这一类的犯罪 根本就是稀松平常 随处可见 但这种事情 逃得了一时或一世 但却逃不了永远 所谓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报应将会落在未来 如果是灵界讨报 可能让您产生相关运途不顺 身体疾病等状况 如果投胎 成为阳世间的亲卷 可能让您遭遇挫折 与苦难 对方将可能处处折磨 残害您 甚至夺取您的财产 与一切 这些听起来恐怖 但却都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世间因缘就是报仇 保恩 讨债 还债 四种 您我身边的人 往往都是如此 除了私人的讨报外 还有所谓公报的部分 如同师姐的案例 因为过去在感情上犯错 曾介入人家家庭 与犯了相关的邪淫案件 如此上天 在审判后将会在命运中 针对婚姻等方向 设定不顺的运图 这是所谓公权力的审判 就好比阳世间的刑法 犯了错 便要付出代价 地藏经 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 说肃殃短命报 若遇窃盗者 说贫穷苦楚报 若遇邪淫者 说却割鸳鸯报 还好师姐尚未落及 却割鸳鸯报 但相关的苦果 已现前 影响到目前的感情了 师姐提到 平常多念三经 多不失行善放生 我相信 执着会越来越淡 人生会越来越圆满 若能如师姐所提 借由佛法智慧 改变自己 定能减少执念 人生须于平静 与安乐 再配合行善积德 将能让生命更为顺遂 人生定然可以改变 摩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劫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顾及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一生看到 没一生 有神问到 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